因为我知道我时间不太多 所以我讲重点 因为我是一个血癌病人 即是白血病患者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白血病? 有没有看过《在世界中心呼喚爱》? 那个就是白血病 其实我是去年5月3日发现自己有了白血病 之前可能和大家一样 认识这个病 都真的因为《在世界中心呼喚爱》 除了这套戏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病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有了这个病之后 经过了一年以上的化疗、电疗 吃很多的药、进很多的医院 很多很辛苦的日子 到现在 大家是否觉得我会和大家说 我终于好起来呢? 因为这一部分 你知道我们今晚是有三个题目的 第一部分是什么? 爱 第二部分是什么? 那我这部分是什么? 望 希望 是吧? 那我来到当然要带给大家一些希望 是吧? 但是呢 不好意思 我是还没康复的 所以我不是说上来 我要告诉大家 神已经医好我了 很有希望 我是要给大家希望 但是那个希望不是因为我上来告诉大家 神已经医好我 神还没医好我 我也不知道神会不会医好我 但是呢 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治疗的过程里面呢 有很多很辛苦、很痛苦的时间 真的 无论是肉体上面或者是心灵上面 都是非常非常痛苦 但是呢 但是呢 在痛苦当中呢 也都有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一些的惊喜 例如什么呢? 例如平安 你可能想不到我在医院里面呢 竟然是心里面是会感受到平安 不是我硬要找你的那些 而是在那个状况里面呢 真是 我发现呢 无论你多聪明像我那样 或者是多么帥 好像Emile那样 我们的水族标准低一点都可以的 无论你本身觉得自己是多么 当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呢 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你可能有很多的困难呢 我努力一点就可以了 有份工 我努力一点就可以了 甚至我觉得我努力一点 我应该都做到太空人的 你未必可以 但是你只要觉得应该有机会的 但是当你在病床上的时候呢 你有癌症的时候呢 原来是有一刻你会是无能为力的 真的 你努力 没有东西可以努力的 你加油 你没有东西可以加油的 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但是就在那一刻 当你自己完全软弱的时候呢 竟然就让我感受到 原来是神那种的能力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 叫做《未来》 去配合我们这一部分的主题 就是希望 我好像是一个没什么希望 或者没什么未来的人 因为我自己的状况 但是呢 可以请大家去留意一下 里面的歌词 其中有一句 在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未知数 我的未知数就是我的病 你们的未知数可能是其他的东西 但是原来这些的未知数呢 你没有发现 其实可能是神给你的一些的祝福 那我送给大家这首歌《未来》 之一中这首歌《未来》 作曲意 小可能 三首歌《未来》 追求的可会是泡沫 爱总是叫我不知所措 求你解开我心中一切困惑 看见天空如此光火 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名义杰作 我没有疑惑 我不再退缩 你只为祝福他的火 隐着心踏上每一步 黑暗指定我要进入 神随故也不认输 我全然顺服 有许多能为止数 世神为我准备的礼物 扩展生命境界的地图 我生命中有太多的不足 但我献上的就是我的全部 我愿意被你颠覆 我愿意被你颠覆 因为你就是我包袱 除了喜乐就是我的满足 照顶 彼此心踏上每一步 灵人指定我要进入 身随故也不认输 我全然顺服 打开天上的堂苦 爱与降临 认责我最深处 永远跟随救出的脚步 凭着信 踏上了一步 黑暗至地 我就进入 我全然顺服 粉身碎骨也都不认输 我生命有态度的固足 但我心上的就是我全部 我愿意被你垫覆 永远跟随主你的脚步 我难过 我害怕 我担心 想回家 有泪水 也有伤疤 每一步都有增长 但是为了更真正的未来 有限上的就是当下 你确信踏上每一步 黑暗至地 我要进入 粉身碎骨也不认输 我全然顺服 这是恩典的旅途 开窗未来的窗户 踏出勇敢一步 领受住的祝福 在安数的围墙之外 有太多的破碎伤害 我们存活在这时代 点燃炙热的爱 生命可以活得更精彩 归影主的呼罩站起来 不要说你是未来 要奉献自己就是现代 这首歌叫做未来 在我病了之后 真的感觉到时间宝贵 除了时间还有很多东西都很宝贵 大家在座的 如果你们有健康 有时间 你们有 你们的未来 更加应该要好好地把握你们的时间 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有意义的事是什么呢 可能每个人都不同的 但希望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我接下来就还有少许的分享 也都有一首歌 去送给大家 为什么我 只有我有两首歌呢 可能因为我病了 病了有好处 可以唱多一首 可能 我现在站在这个台上 大家可能都觉得 我还有一些力气 可能有些基督徒会为我感恩 但其实真的不容易 站上来给大家看到的 这个好像都还可以的一个样子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都会 因为一些很简单的事 就是会由好像都可以的地方 就跌回到谷底那里 我病了一年多 其实我自己也算是挺积极的 在化疗里面 我因为喜欢唱歌 我在病房里面 我也很努力唱歌 整层楼的人都觉得 哇 这个人很吵 因为你知道 你应该不知道 在骨髓移植 因为我要做骨髓移植 骨髓移植的病房是没有门的 方便他们冲进来救我 所以没有门 但我都照唱歌的 所以整层楼都被我吵住了 但是那些情况我还可以 但是在大概一个月之前开始 我开始有抑骨症 有depression 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有抑骨症的人 我觉得有抑骨症的人 都只不过是软弱的 抑骨症没有这些东西的 软弱而已 但是到我自己有的时候就发现了 当你有了这个心理的问题之后 就好像一个门开了是删不回的 完全是你想做什么也做不到 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就觉得完全没有意义的 我在病的时候我就唱歌 我觉得我只要唱歌 我几困难我都经过到的 但是当我有抑骨症的时候 我是觉得唱歌唱完就会死的了 也都我会在病的时候 就见到那些小朋友 我有两个小朋友 见到他们我就有力量了 但是当我有抑骨症的时候 我见到小朋友 小朋友都没有意义的 我死了他们都不关我事的 我也控制不了的 连见到小朋友都觉得没有意义 你知道多恐怖吗 那我就去了一个旅行 在两个礼拜前 因为小朋友就来开河 去旅行应该很开心 但是当你有抑骨症去旅行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就好像一个想死的人 但是要去生日会强颜欢笑 你看到人越开心你就越想哭 所以很辛苦 而且当中还有一个意外 我的儿子就弄了 整个口都流血了 虽然他好像没什么 但是因为我的儿子有ADHD 所以控制情绪也有点不太好 不太聰明 所以他弄了之后 我们是去玩的 他就很不开心 我们吃饭 我们在餐厅里就哭 但没有声音那种哭 你看到你的眼泪流下来 但是没有声音的 忍着不让人看 你做一个爸 我看到他心如刀割 就想跟他说 说什么呢 爸爸爱你 爸爸支持你 无论如何我都会在你身边 什么好的说话都说坏了 爱能改变一切 我们都信的 那我就说一些爱的说话 但是完全没用的 所以原来有些的时候 不是说你说一句加油 没事的 你行的 就有用的 原来有些时候 说这些说话是废话 我就在那一刻 我自己就很无助了 因为我自己都在抑郁 其实我觉得很辛苦 但是见到个儿子 我更加辛苦 好像两个人抱着一起死 所以原来有些时候 到了某一个地步 原来不是说什么 希望在明天 明天会更好 什么希望在转角 这些我们经常都说来鼓励人 但是当你一个人是抑郁的时候 原来这些所有的说话都是废话 到一个地步 原来人生真的会去到一个地步 是完全是没有希望的吗 完全是在谷底 是爬不到上去 真的会有这样的一刻的吗 我那时候就是这么想 黑妈妈完全想 没有了 我就好像我儿子那样趴在那儿 我又掩着脸 我又不想说话 那我就在那儿祈祷 很老套 基督徒最后 没办法就祈祷 但是真的没办法 那我就祈祷 我就是祈祷很简单 那叫祈祷 还是救命呢 其实我是 神啊 救我 救救我 我真的不行 我真的很辛苦 救我 救我们 我就是不断地在那儿救我 救我 救我 那你是不是 但是祈祷真的会这么神奇 我就不敢担保 因为我人生也祈过很多个肚子 又不是说祈祷就立刻回无事 但是那一次神就听 我祈祷完肚子之后 我儿子本来就趴在那儿 我也觉得没办法 你死吧 我死吧 你死我死 他就立刻站起床 不立刻坐起床 还在那儿 眼泪在那儿流 但是又好像没什么 然后呢 你知道桌面小孩有一些 Kids Mew的那些纸 他就在那儿玩 无端着自己拿纳筆在那儿画 找那些纸 找到一个就画 找到一个就画 在那儿画 开始正常 然后呢 我那时候的老婆 和女儿又不知道在那儿做什么 我们这么辛苦 他们两个在那儿咬手瓜 我不明白那个理解是什么 老公和我儿子这么辛苦 他们在那儿玩咬手瓜 但是呢 他们在那儿玩咬手瓜 我儿子就不看着 妈妈和妹妹在那儿玩 忙着忙着之后 突然间就笑了 笑什么呢 笑过妈妈 为什么你会输给妹妹的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输给妹妹 妹妹只八岁了 但是妈妈就这样输给妹妹 我就看着前面发生的一切 我在这儿 process 前面发生的究竟发生的什么呢 为什么突然会这样呢 谁是编剧的 这个桥段不合理 这个桥段不合理 但是真是这样 他就开始起床 然后我都在想的时候 儿子和妈妈在那儿玩 手指摔割 在那儿 搞什么 他就真是 突然就没事了 我其实那时候就很震惊 我人生都遇过很多神奇的事 神都医治了我 有病 有血癌 有性的 但是我很少会说 这个真的是神迹 我很少会这样 但是那时候我就在想 在我眼前发生的 这个就是神迹 那次之后 我的儿子就 虽然他玩不了 因为他的口正亲 但是他正常地 可以完成我们的旅程 我不会说因为 这一个小的事件 就令到我的抑郁症 突然之间消失了 但是这件事的确令到 我在完全漆黑里面 好像看到了小小的光 你知不知道 其实是没有一样东西叫做黑的 有一样东西叫做光 但是没有一样东西叫做黑的 黑是什么 黑是没有光 有些知识分子 有些知识分子是不同的 黑是没有光而已 不是说这件事叫做黑 只不过没有光 就是黑 所以有一丝光 和黑 是很大的分别的 所以这件事 虽然对我来说 好像一点点的光 但是意义都很大 最后送给大家的一首歌 叫做再见天制 希望给到一些 如果你生命里面 有些难处 好像没有希望的话 其实不会没有希望 我们有神 永远都有希望 灰色天制 尝此哭诉 不可改变 是我名途 如果当一切 就此失去 就将梦来生后 我要怎么面对 念那天的你 软弱我 是你的不起 换我姓陀 不仅仅跑迷失方向 只想可在 踏上路途 伸出手去 让我跟你 暂在艳阳之下 愿你牵手共对 愿我的心里 悠着你 愿我的心里 哪怕今天受藏 愿我永不弃 活下去 愿我的心里 愿我以徒告 愿我以徒告 創造未来 今天不再迷失方向 今天不再迷失方向 愿我以徒告 愿我会知道 愿我会知道 不再迷失望 迷失放下 堅守真理 踏上我路途 求可將一切 受苦拋離 放下迷惘 再看那天氣 Thank you.